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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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來這個板是它的基礎 它的基礎板 它的基礎板是分別是 這樣的一個架構 然後前面再鎖一個雲台 來鎖那個讀稿機 它螺絲給的很多啦 這它的遙控器可以自由調整 稿子的速度 先做一個初步的組合 再來我們再把這個快菜把它煮上去 煮上去之後呢這裡是在調整 相機的高低的 鎖好這個之後呢 放到腳架上面去 OK 各位看懂了 你的相機的高低就在這邊完成它 前後在這邊完成它 那讀稿機也可以前後 加個快拆呢 我讀稿機可以快拆快下 但是呢我選擇讓相機快插快下 你可以看你要怎麼花啦 都可以 好來這裡有四分之一孔 那我們要整個把它 塞到這邊來 然後你相機可以前進後退 好 那我們是似乎是需要給它一個 位置把它固定住 好 好 接下來上相機 相機呢我需要給它一個 這個叫做快拆的東西 這是我的習慣 那我們把手機架給弄上來 這裡還可以再放一隻 煎看的 只是咱沒那麼貪心啊 還蠻強固的啊 還蠻強固的啊 齁 這真的是很厲害 做的真的好扎實 很 很舒服啊 很厲害啊 真的很厲害 那很快的我們就賣 我們就整個相機拖上去 在前後位移就搞定了 然後很體貼的給你一塊大塊的試鏡布 試鏡布給你 那 玻璃一面當然能夠盡量清乾淨是最好啦 不要讓它髒髒的 不要那麼辣裡辣燒 好擦擦擦 擦給它乾淨 相機呢 選用FZ1000 Mark II 這台做為採訪機非常的棒非常的好用 你可以用手機做塗殘監看不用花錢 好 接下來就是前進跟後退了齁 前進後退的方式在這邊可以看一下 可以位移的 不用擔心 那位移也要注意它的倫理道德齁 什麼倫理道德呢 就是你不要說讓它的偏重偏到一個地方去 你可以稍微選擇前面往後退或者後面往前退 自由選擇 那我會建議這裡不要懸太多空齁 這裡可以 留下往後 盡量是這裡往後退 這裡往後退的目的各位 是這個原因各位看一下 這裡可以把你的這個抵托的結構 把這個上面抵托的結構 拖得更好 拖得更好之後呢 它這裡的力量就會很穩定 然後我們就可以順利的 進行這個直播作業還有拍攝作業 喔 完全不穿幫的呢 我都不好意思說了 他都不穿幫的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